大家好,我是志成 刚刚我遭受到了人生威胁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威胁 说是要卸我一条狗腿 这大年初一的 也不知道老郑过得怎么样 我这边真的是好害怕 我给大家看看具体内容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肯定不是我玩什么套路,玩什么剧本了 这都是真实的 对方是这么说的 你别再黑郑某了 你是不是有病啊 是不是贱啊 臭不要脸的 得寸进尺 微信视频上 把没说正 叉坏话的全部拉黑 这就是你 你就是个骗子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看到你就恶心 满嘴喷粪 吃过 sheet了吧你 说的那个脏话 你就是个叉叉叉不要脸的 我看你就恶心想抽你 你最好把你的狗嘴管住了 要不我卸了你的狗腿 好家伙 这个来势很猛啊 目的也很明确 威胁也很明显 估计是职业队的 我可算是摊上事了 这个真是有点吓人啊 这大年初一的 你说我这年还怎么过呀 既然摊上事了 那就磕一下呗 咱是摇滚脏 咱又不是摇滚泰迪 更不是摇滚乌龟 我就让对方呢 留个电话 说通个话 然后约个地方 然后我过去找他 我想看看 这到底是哪里 窜出来的黑恶势力 对方还挺讲究的 虽然磨磨蹭蹭了半天吧 还是把电话发了过来 你说剩下的事情 我该怎么办 嗯